大家好, 今次到上環, 有些私人野作 沒想過要拍片, 誰不知做完事就經過皇后街 見到熟食市場就想起蔡傘 她在Youtube介紹過, 這裡有好食物 反正未吃下午飯就上去看看 這裡的地方不是很大, 但看到已經坐滿了人 這裡只有幾間食店, 有中國、意大利、印度和泰國食物 今次光顧這間, 陳春記 她全部座位都坐滿人, 很多人 今次試試他們的豬雜湯 這裡因為太多人光顧, 所以要等久一點 這碗就是豬紅豬雜湯 可以配上粉麵, 但今次我不加了 要一些材料給大家看看 非常多材料, 看到都新鮮 首先喝一口湯, 很香的胡椒味, 輕輕的香辣 完全沒有內臟的腥鴨味 有豬肺, 很乾淨的, 夠爽滑 這個是大腸, 剪開了, 去掉了肥膏 這個粉腸, 夠滑 這個豬紅, 夠滑, 不容易散, 沒有腥味 還有西洋菜, 原來配胡椒湯有多好吃 總結, 這碗豬紅豬雜湯 材料新鮮, 份量又多, 湯底又好吃 53元一碗, 真是值得付錢去試 老闆說每日做到下午3點, 賣光就關門了 今次衝出了觀塘區拍片, 很新嘗試 希望之後再去第二區拍片給大家看 喜歡這個頻道的影片, 請按訂閱, 不用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